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三年了 每个人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巨变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我们已经生活在海外 然后这个时候要经历着家人 这个时候还在国内 而且他们年龄都已经冒跌之年都八九十岁的一个年龄 然后尤其是最最主要的原因 真的是我家人 就是我的爸爸在2020年11月份走的 因为疫情我们又不能够回去 办理后期的这些事情 所以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那么再加上实际上 当你从一个社会人 就是你需要工作 需要在职场的时候是一段人生 当你离开了那段人生 开始了你成为一个自然人 离开职场 享受你的下半段人生的一个时候 实际上你的家庭关系 家庭成员的关系 尤其是原生家庭成员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你不能选择的 然后你会经历着巨大的一个挑战 它真的会影响你的情绪 你的每天的 有的时候的一个生活状态的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经历着 这样巨大的一个痛苦 每次跟在国内的家人沟通 都特别的困难 尤其是跟父亲 他到最后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 难以言语的挑战 我相信很多的同龄人 或者我这种生活状态的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怎么样的去调解自己的一个心理 真的是需要你的 去用你的运动啊 阅读啊 你的宗教信仰啊 去化解 我一直是认为 我为什么选择第一本读书 读的是圣经啊 我认为这个信仰啊 我是二十年前 也就是啊 十年前的四月四月份 复活节的时候 我受的洗礼 那么我认为 我的信仰是使我 每个人的他的那个 我觉得他生活能够很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很健康的 很积极的生活 我认为他都有不同的力量的来源 我是我的基督 基督教的信仰啊 就是圣经 我觉得核心是圣经 给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让我不管在哪里生活 我都能够很积极 很 就是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的状态 喜悦的去 面对每天的美好的一个生活 真的是因为信仰 所以呢 基于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 一个痛苦转化成 一个 我觉得我也希望 我读这样的书 我也听别人读书 我也希望呢 朋友通过听我读的书 能够去有一些改变 那么我第一本读的是圣经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的惭愧 我成为基督徒都没有认认真真的 把圣经好好的读 尤其是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 我自己的阅读频道 听书频道 我觉得像创世纪啊 还有一些 就是说旧约的一些 一些章节 我是没办法静下心来读下去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读书给别人听 那么实际上我也不断的 每天 基本上每天 我都会去听 我自己读的这个圣经 我差不多是用了 一年的时间 在我的听书频道 把我的圣经 把这个新约旧约 全部都读下来 跟听众一起来听 我很感恩 我从小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好的能力吧 就是说爱朗读 而且是有在电台工作的 短暂的电台工作的经验 我回想我的人生 真是回忆 那个人生的前半段 真的就是 就是靠说话生活 就是在电台工作的 短暂的电台的工作经验 短暂的做教师的经验 然后又经营自己的公司 经营自己的公司 去管理人 那更是要说话 你要就是会去鼓励他 会去给他有愿景 经营公司 甚至你的表达能力 是最最重要 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 感谢上帝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第一本读圣经 感谢我做这个 让我有能力做这个频道 不仅跟愿意倾听的 听众朋友 一起来去读 而且让自己能够 完完整整地 把圣经读一遍 而且当我有困惑 当我有挑战的时候 我就是不断地在听圣经 我是听书 有声书 世界名著系列频道的主播 和应有人赵倩 今天特别高兴 跟大家分享 我来做我的这个频道的 一个想法和选择书的 一个想法 那么我接下来读的呢 就都是 这奥斯汀的 我准备把它的六本 就是想于世界的 都把它读给大家 就是也是让自己 不断地去倾听 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也觉得特别的幸福 我不断地就回想 我在少女的阶段 就是在70年代 然后呢 包括青春的这个年代 那个时候 没怎么读 Jan Austin的著作 但是我读过 奥地利的作家 Stefan Tzviger的作品 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还有一个女人的24小时 还有当然当时的 香港和台湾作家 像琼瑶的作品 那个时候都是让我 甚至上课的时候 也不听讲了 就是一心 就是一天就想把这本书读完 特别的疯狂 然后呢 我觉得现在的美好 就是我可以挥霍我 我一本书啊 如果让我感兴趣的 如果让我沉浸在其中的 我可以去 真的是 没有人催促 赶快吃饭吧 需要睡觉了 我都可以挥霍 沉浸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把自己的 对文学著作的艳与爱好 当然我也读很多历史文学 历史文学 宗教 哲学方面的这个书啊 但是我先跟大家分享 满足我那个时候 遗失的少女情怀 现在可以找回来 那么 蒋奥斯汀的作品 就让我有那种感觉 而且 她呢 是在英国的文学的 历史长河当中呢 和莎士比亚是起名的 她从来不在 大的历史事件和 像狄更斯那样批判现实 大的这个社会背景下去 有人说做深刻的反思啊 等等 她不是的 但是实质上我认为 她会让我们更有同感 就是生活过程中的人性的描写 而且带着一种吸血 嘲笑 英国人的特有的那种 甜蜜的讽刺的那种感觉 去写一本书 让你对人性的了解 还有恋爱过程中的女人的那种 心理情感上的微妙变化 我觉得给我带回了 我那个时候 青春的时候 少年的时候一些特别 现在那时候觉得 哇 好重要啊 这个事我过不去了 然后现在一想起来 都是通过她的文学作品的描写 就是那种可笑 但是说可笑 那都是我们的经历 珍藏我们的深圳的记忆当中 当我读这个理智情感的时候 我认为 真的我的青春的过程 就是Marian 就是特别的爱 就是很 有的时候是挺疯狂的 在感情方面 然后呢 但是很好啊 也是疯狂过 冲动过 经历过 这才是人生嘛 现在归于平静 归于沉静 特别喜欢现在的自己 所以呢 我是个人特别的喜欢 珍奥斯汀的书 对人的心理的描写 尤其我觉得 在恋爱中的女人 包括我这个年龄的女人 都可以从中书中去学学 怎么做妈妈 怎么就是观察 就是怎么做好孩子 孩子过程中的一个文化 各个方面的虽然有点传统 但是呢 我认为可以借鉴的一些好的习惯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听书 有声书 世界名著 频道的主播 和这个频道的拥有人 赵茜 今天我特想跟大家分享 我做这个频道 和我选择的书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路程 我的第二本书呢 选择的是《红楼梦》 《红楼梦》呢 我觉得它也是一本奢侈的书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的经典文学名著 而且也是翻译版本最多的中国经典文学里面影响世界 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一本书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我的不同的年龄阶段呢 我都读过 但是没有完整的 认认真真的把里面的诗句呀 尤其是这个贾宝玉 她哭颂林黛玉的那个女儿类 女儿类啊 那部分 实际上如果不是我的读书频道 读给别人听 我也不会认真真的钻研 认真真的去研究 她每个字的发音呀 她的意思 是读 但不会去研究 而且因为我要读给别人听 所以呢 我要听不懂的大师去讲她 尤其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蒋徐老师 她从文化 她从儒家 还有这个儒家文化呀 包括这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呀 还有老庄文化呀 去跟大家去分享 这本书 它之所以伟大 之所以很多人 包括蒋徐老师说 她去一个荒岛 她一个人会 如果带一本书的话 只能选择一本 她一定会带《红楼梦》 真的是 我觉得 以前读没有什么的感悟 每个年龄读 你会 有的时候因为阅历 因为生活经验 然后你不会理解的那么的透彻 那我这个年龄 我再读了以后呢 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上 我觉得真的是震撼是很大的 再思考也是很大的 就是真的是因为读给别人听 我才认认真真的 每次每句的去听别人的去 去讲解 大师的讲解 然后自己在认认真地读 受益匪浅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听书 有声书 世界名著系列的主播人 拥有人 赵倩 特别高兴跟大家分享 我的读书的书目的选择 和关于有关我的一些的信息 我觉得以后分阶段 如果大家愿意听的话 我跟大家会不断地去分享 那么我现在 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去说过 我特别喜欢我这个 现在的我 就是洗地牵华以后 这种沉静 因为信仰给我带来的人生的 每天都觉得快乐 美好 真的是眼中有风景 心中有诗书 那么我现在 因为我真的是 我认为我这个年龄 能够把年轻的时候 实际上的所谓的业余爱好 像弹琴啊 大量的阅读啊 因为那个时候 你要为了生存而战 你不可能把你的时间 都花在上面 那那个时候的阅读 也是碎片化的 一些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的 跟你的管理 跟你的 我的本科呢 读的是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 那么我的硕士呢 读的是区域经济 房地产方向 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 都是跟赚钱 跟经营有关系 所以读那样的书 那这个年龄 其实我就可以把我 那个时候 因为需要丰富的物质条件 才能让自己从事的 因为你必须能满足 你的日常的生活嘛 就是做到精力独立 经济独立 你才能够去做的是 比如说弹琴啊 和阅读 大量的阅读 自己喜欢的书籍 而不是为了有目的地去读的 那么我真的是 我有的时候 我突然在练一首 萧邦的夜曲 他的 例如说他的 就是他的夜曲 十多首我都特别喜欢 练 有的时候这首 我着迷的话 我一下弹了五个小时 因为你从分析 他的乐章 到听专家 去帮你分析 他去演奏 再到自己去弹 沉迷一次 我有一次真的是 五个小时的时间 基本上每天会练 两到三个小时 但是沉迷一次 有的时候会是五个小时 把一些大师们的 好的这个 我特别喜欢的钢琴 去不断地听 不断地听分析 不断地 自己实践地去演奏 沉迷在一次 主要的生活方式 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 沉迷一次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特别的不喜欢家人 叫我需要吃饭了 或者需要做饭了 然后打断我 我就觉得 怎么老是需要吃饭 其实因为实际上在这方面的天赋有限 所以不可能成为专业人士 那么也感谢因为天赋有限 让我能够去经营自己的公司 让现在能够有一定的物质条件 让我能够奢华地沉浸在我的美好的爱好当中 那么也就是说 包括阅读 那个时候 我记忆当中 像澳大利亚的作家 他写的一部《荆棘鸟》 还有我刚才说的 这个斯蒂芬斯维格 奥地利作家 斯维格他的书 都深深地吸引过我 那么当我再成熟一些 就是再长大一些 包括现在我对英国文学 当然还有这个美国文学 我特别喜欢其中有一部 一部《瓦尔登湖》 这个也是接下来我要读的 它是极简生活方式 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哲学 就是我觉得哲学和文学方法 并驾齐驱想欲世界的一本书 是在我的书单当中 那么我的听众朋友 想听什么样的书 也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可以考虑 然后听听大家的意见 总而言之 我希望我的读书频道 也可以给你带来美好 让你在孤单的时候 让你在需要陪伴的时候 需要去调解自己状态的时候 我的书能帮到你 好 谢谢大家 借此也感谢每位收听 订阅 分享 点赞的朋友 因为有你能够让我的频道 更有生命力 更能够持续地做下去 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 体会阅读的快乐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